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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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去食燒肉放題 見到大排長龍 真的搞到沒有了壞口 不過最近大腦燒烤開了一條褲線 推出一人燒肉便當 讓大家在家裡都可以自行烤肉 究竟有甚麼特別 馬上去片吧 打開便當盒會見到燒肉片 珍珠飯 牛油炒野菜和配菜 先將燒肉汁 木炭烤爐 火柴 和水拿出來 再將烤爐拆開包裝袋 放回原位 之後將火柴點著 再放在木炭上加熱 見到粒粒火花 即是成功了 店舖提供3款肉片 第一款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在燒肉料理中最受歡迎的部位 美國安格斯牛小排呈長方形 肉內甘膜和油花膠織而成 油花紋露清晰 而且白鋁透紅 只要將肉片放在炭爐上 每片靠大約15至20秒就可以了 另一款肉片是美國安格斯下肩甲液板 顏色比牛小排呈較深紅色 厚度光雲 肉質有咬感而且多汁 喜歡脂肪的話 可以選這款美國安格斯牛五花 牛五花又稱牛胸腹肉 油脂和瘦肉以3比7比例呈現 烤肉時因為油脂瞬間爆發 震震牛肉香隨即撲臂而來 每盒便當附有一包自家製燒肉汁 但味道就略為偏鹹 不過大家可以用6元加夠溫泉蛋 將燒肉汁倒在溫泉蛋裡面攪勻 鹹味就會得以中和 而且沾了蛋液之後的牛肉 口感就會更加嫩滑 便當附有韓式泡菜 向辣開胃 大家也可以加2元鑽海苔沙律肉籽燒 除了配菜 便當還包含了一碗味噌湯 味濃之餘還有海帶和豆腐粒 吃完燒肉 記得利用附送的水包 將木炭撲飾 除了便當 店舖還有6款串燒供應 和便當一起購買 還可享加配優惠價 適合和朋友或家人一起分享